你還開始啦 你先打涵一下 喔 打涵一下 喔沒有 打涵是自己學的嗎 還是去做拜師 專業 不過今天的重點不是這個 好不好 這個可以私一下 好 那個剛剛聽到真的很棒 就是很多朋友都想要創業 其實 對啊就是海台不錯啊 因為我個人覺得創業跟上班我都OK啊 就是我大學念五年 現在是到 然後就好像我雙主秀一個創業系這樣 但是我漏了很多遠路喔 所以如果想要創業或是正在創業的朋友可以 還沒有開始嗎 還沒有開始 就是可以以這個為借金這樣 我想要 呃 從我那個 大學的時候啊 大餐的時候加了一個社團 好 是不是這樣要開始嗎 對不對 先講餐 等一下 先講餐 好 那就是我們現在休閒的時間先講餐 那 為什麼我會就是 入門然後餐廳 我現在身上餐廳 因為應該想開始 應該想餐廳 有很多人不相信這世界上有鬼有神喔 然後 我以前也是武神論者 但是我大一下的時候卡到印 然後花了三年半求生拜佛 還怪你延避 所以花了三年半求生拜佛 然後我都沒有效 然後我在同事課的時候 遇到這個 這個 這個先生這樣 他當時在 學大作 就是在這個 這個地方學大作 所以你是派到衛生 神棍 怎麼可能 他感覺到這樣 妖孽 他是那個鬼的嗎 他 他接我入門 所以 所以我現在在學餐廳 我入門三個月這樣 然後我們可以進步終點了 所以大家都到了 所以想問你 開始 好 到了怎麼遠路 因為我大三的時候 我大二的時候有個夢想 我希望 就是跟一群好朋友 一群吃美食 機車上面插的旗子 然後跟一群好朋友去吃美食 這是一些很浪漫 然後不妨的事情 對 剛剛好 剛剛好 剛剛好查到印 剛剛好 剛剛好 就是他同步嘛 所以我本身是同步的啊 愛情家庭吃美食 那個 一直包 拉著 然後 因為當時 我大三的時候 加一個 大二大三的時候 加一個唱複色 然後我覺得 學校社團怎麼可以這樣 就是 就是 要逼著學弟去 去當幹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以後沒有 沒有學弟想要接社團 然後逼著人去當幹 好爛 於是我就說好 不然這樣我自己創一個社團 於是我就辦了美食社 結果辦了辦 每個禮拜 就一團 朋友參加聚會 然後 堅持每個禮拜多少去 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 就這樣子 五十次的聚會 就這樣子辦下去 然後我還有找一些幹部 可是是地下社團 我還找了十個幹部 然後弄得還算有神有色這樣 然後FB社團的人有四百個 然後 有陌生人回來參加 然後有時候很 有時候很high 是還蠻不錯的回憶 但是到最後 我發現 我沒有辦法再繼續辦下去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我有一些 被困惑的點 就是 我想要幫一個偉大社團的創設社長 然後 以後我要交棒的時候 可以在台上 然後哭著說 這個棒就交給你了之類的 就是這種 很蠢啦 我覺得其實這樣沒有意義 對不對 然後我想要 因為為反而反 就是我想說 以前社團怎麼那麼爛 我想要 就是 我想要就是 革命這樣 但是 我覺得重點不是 不相信什麼 而是你相信什麼 為反而反的話 像我 我辦這個社團 叫FB社 然後 我就以示的主衷 而且還 還不希望把他導射 對對對 所以我有一些小心得 不需執著 維持原本 我從中就像剛剛有一個大哥說 那個我的資源嘛 對不對 其實 你 小時候寫我的資源很像總統 你 你可能執著了一輩子後 不會當總統 然後 如果你沒有一個動機的話 你做了什麼都是徒勞工的 剛剛有一個人分享 後立的那個 與成功有約 原本我有看 他講到一個法則叫做 以終為始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只有你知道終點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知道 你到底要幹什麼 不然的話 就是一直 只能這邊做一點 那邊做一點 這邊做一點 重點不是反對什麼 我的知識 之後呢 我就想 當當時剛好修了一堂網站課 然後我覺得 哇網站超棒的耶 然後 因為我覺得 就是做一個很棒的網站 很很讚這樣子 所以我就做我這樣 然後 而且當時 我們剛好同班 就是分組的時候 我剛好分到 我們那個 就是最會寫生室的人 我想說 欸早餐 然後搞不好我們可以做一班 HomDSA 可以做Facebook那種 然後就賺大寫生 然後他們還滿足 然後 對 然後我們兩個就弄了 結果我發現 我學到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我們好像在做一個作品 對對對 但是 最後我發現 你要做一個產品 其實 並不是自己 好像藝術家一樣 做了一個偉大的作品 而是 你可能做了一個偉大的作品 然後你看得好感動 你都要哭了之後 發現沒有人要看 所以我覺得 不是做偉大的作品 而是以使用者為中心 然後呢 你也不一定要用網站啊 我覺得大家現在有點 為科技而科技的感覺就是 其實科技只是一種選項 對對對 然後 我那個時候做網站 有時候 我會 就是想到很多的點子 蹦出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 就是使用很棒的點子 然後我取最佳的網站 然後拼起來就是一個很棒的網站 就是很多很 自己覺得很棒的網站 但是我發現 創意只是一個發散的過程 你不需要 製作把每一個都留下來 你可以從 其中一個想法開始就好 因為點資源不夠 你從其中一個想法開始就 就很棒 好 欸 再來下面 好 然後 然後 那個時候我也有一個很 不要好朋友 構思 對對對 然後 這兩個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 有一型就是夥伴 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發現 我都很希望把他們留下來 但是我發現他們兩個 就是我要的夥伴 這樣子 嘿嘿 一個是他有技術實力 然後有恆盛的音樂 他是一個 網站coding的工程師 但是 他真的是太沉默了 對啊 雖然他感覺還蠻善良的 但是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溝通 我覺得溝通很重要 就是他就叫默默 然後 一個叫建成 然後建成 有想法有膽識有行動力 這個都是 對於我覺得 對於小夢想家來說 是一個很難得的一件事情 因為 他真的 他真的沒有 沒有在怕的 就是 你要叫他做什麼 他真的過去做 但是我們 我們的頻率好像有點太沉默 所以我覺得 要找一個 共同創辦人 是 需要 頻率要7 這樣 然後之後呢 因為網站 他是包含了coding 然後也包含了 界面的設計 但是那個時候 我找了 很多很厲害的人來 然後他們都 都留不住 都會走掉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 因為可能 我不知道耶 就是 我試了很多方法 然後去那個 PTE上面找 然後Facebook 然後論壇上面 找那個 找到就會design 但是 就找不到 所以我覺得 就是共同創辦人 是天上的禮物 因為他有放下這個課業啊 然後 就是跟你一起去創業 就覺得很難這樣子 對不對 好 然後還有 那個 商業 然後 如果有想創業的朋友的話 我推薦大家看一本 叫做 金石創業 這本書是不是很轉 對 別人說不用看了 就看成本就好 對嗎 然後 對 對 然後後來 講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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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後來就遇到 然後你會遇到 你的夥伴這樣子 因為我們真的太要好了 然後 然後我們每天都會做交流 所以 敲的敲 呃 思想 思想交流 我會碰他 我會碰他 我會碰他的表面 好 下面下面下面 其實你遇到一個夥伴 這個世界會給你一個夥伴這樣子 我有看過 有那個獨立 一個人創業的人 我覺得真的很孤單 對對對 然後就是世界 你想要創業 你想要出來創的 然後世界會給你一個夥伴 然後我們就去參加了比賽 然後 我們就想要寫一個很棒的企劃書 然後看 比賽有沒有獎金這樣子 結果發現 其實你比賽好像 就是很沒有意義這樣子 你還要去 捧他對不對 那個 大家知道嗎 就是 捧他 對 就是企劃書 就是寫了一份很 就是企劃書比賽 對啊 然後我們就遇到一個 朋友 然後他說你告訴我 你直接出來做就好了 我們就 就被打了一巴掌 然後後來我們就 我就買了一台 Apple的Mac 準備行程式 然後他就去補習班 學手機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後來 我們又遇到一個 在出社會 已經在APT創業的學長 就跟我們兩個說 其實你們不應該要這樣子分工 對對對 其實我們 我們的程式可以外包啊 設計可以外包 你為什麼要自己打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再來呢 最後 我們就開始想 欸 下面 下面 就是 下面 就是其實 以前是 注重這三塊 然後現在呢 就是程式已經 縮小到 變成紫項目了 這樣子 因為有好多東西要補 然後有一些是我們 其實比較需要顯著 因為可以連接一些 像是關係啊 公共關係其實是 要連接的 那我們 花了很多時間做程式 做設計的話 可能是三個月就耗下去 就發現 沒有人要用 對 然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 然後就 又爬又被打第三個巴掌 因為有一個死我 大家不聽過死我看嗎 對 然後他們 好 反正就是 初衷動機很重要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